受到疫情影响 从6月份顺延至8月2号开放受理申请的农机具补助 瑞瑟湘将近30多位的文旦幼农 也都申请包括悬果机 来准备投入今年文旦幼产销作业之列 不料至今却都仍上待审核 眼看文旦幼采收脚不逼近 农民苦笑地表示 若等到10月份早就已经过了文旦幼的产销季节 缓不济急 赶在中秋白鹿节气前 文旦幼农敢忙着来农会申请农机具补助计划 超前部署 好能够在文旦幼采收当下 选果机等机具就能够派上用场 农友如果有需求 就是符合我们农药跟肥料实名制 然后另外就是必须要有产销履历 有机友善或者是QR Code 那这样都可以去农会来做申请 认为相符合资格且已经申请完毕的农民 目前有30多位 绝大多数都属于文旦幼农 这是由于现阶段农机具补助申请 迟迟尚未审核通过 宴看20号就要开始采收文旦幼了农民心及优心 我是登记洗果机还有个悬果机 那刚刚那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今年就一定要用到 所以就如果没补助到就也没办法 因为听说要等到9月还是10月 对啊 必要一定要先买到不然又要等到明年 面对农民的焦虑 分署长徐辉飞指出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原本6月份就要受理申请农机具补助作业 就直接延到8月2号才正式开放受理 如今万丹佑采收脚步逼近 农粮署也很急 那我们到一个阶段 我们会尽快来补助农友 农粮署东区分署针对农民的陈情 分署长徐辉飞表示 也将会进一步再向署内提报反应之外 也将会尽速的分替来审核 希望农民能体谅也尽候夹阴 记者是玉兰瑞岁台房报道